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左膠证疗所 我们今天第二集的第二节 刚才说到近年左膠会横行 其中一个原因是近十年 尤其是互联网 互联网兴起 当然它有好处 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上 可以找到很多资料 其实你学习是好很多 譬如我左医师都有 在互联网上吸收一些知识 就是把脈 左膠转运 大家都有 藉着互联网去了解一下 但是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就是因为互联网上有所谓的 假的新闻 或者一些叫传闻 就是误传的一些流言蜚语 你明白吗 传来传去 那些人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很多时候我刚才说 因为左膠 他们是以感性先走的 譬如他看到一幅相 哇 一只鲨鱼被人切了一只旗 那他就 将那种东西无限放大 以为所有渔夫捉了鲨鱼 都是将它 然后丢回到海 其实不是的 OK 其实是一个 很少的情况 看到的东西 他将它无限量放大 那他就变成真了 嗯 或者是海龟 有一只饮款 塞了他的鼻子 那些人 又是将那些视频放上网 那些人又 哇 传得很加关 又或者上年 好像我刚才说 上一集我说 就是北極熊 你明白吗 北極熊很惨 瘦得很差 好弱 好弱 因为地球暖化 北極熊化 那些人 令到那些人 其实是感性先行 他不去查一下 到底这些事情 第一是是不是真事 第二就是 就算真事 是不是解决的办法 就是 譬如不用交饮管 就是 就是解决了那些事情 是吧 他不理的 总之就是 一样要 按要按要交饮管 所以呢 这个很重要 就是没有来到 实质去解决这个问题 没错 他不是真的去了解 有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明白吗 譬如你解决的问题 不是说 譬如你见到乞丐 你给他500元 那就解决了贫穷问题 那就解决不了贫穷问题 是不是 为什么会有乞丐 你首先要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乞丐呢 是不是 就是你要 逐步逐步去抽屉膜 解决 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心 解决问题的人 是不会那么感性的 就是不会去 其实是要慢的 往往是慢的 因为你要慢慢去解决 一层一层的问题 怎样去问 是不是 问问题 然后去将那个 背后的原因找出来 然后怎样去对症下药 所谓 是不是 就是等于一个人 譬如他中了左毒 譬如我摸骨 中了左毒 那你不是说 中了左毒啊 你只是看左膠诊疗所 那当然 这个是会有帮助 但是 你要真的要留心听书 你明白吗 就是你要很多原因 你去 就是为什么你会中了左膠呢 是不是 因为你朋友 平时你那班朋友 你看你认识那班左膠朋友 当然 又扮文青 就是灭绝个源头 是的 没错 从这个源头那里没错 才是 真是 想不到你也有些 又有智慧 又有些 有些外貌又有智慧 那我可否参训港姐 可以的 可以的 做完节目先 不要心散 明年先 不是我 我又要找个又姑娘回来 都挺麻烦 好了 接下来就说一下 除了提醒大家 我上一节说 就是说 记住打疫苗 千万不要误信 也尽量不要在互联网 其实在这个免书 那些 立即去分享 就是分享一些 你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其实呢 你间接是在宣扬 你明白 一些错的理念 我觉得好像病毒 传染性 绝对 没错 你说得对 一个年一个一个 还要很快地扩散 没错 所以为什么会说 我们要阻交診療所 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当今之世 为什么有那么多阻交呢 就是因为 其实有一帮人 而这帮人很容易利用互联网 而很多其他人 可能他们不去思考 又不去留神 因为大部分的人 都是中了阻毒 他不知道 没有这个 好像我这些节目 没有这些诊療所 大家很容易就出事 都不知道自己出事 所以大家看这个节目 记住 尽量不要 如果有些东西 你是不肯定的 最好先问问左医师 或者先问问右姑娘 接下来 我要讲 过去这个星期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在美国发生了 都很大件事 跟特朗普有关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又要讲讲特朗普 特朗普 我上个星期说 就是左交攻击的 一个很典型的对象 就是他做什么 叶满对象 对了 什么都不对 总之凡侵必反 凡侵必反 没错 凡侵必反 最近有一位人兄 在纽约时报 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他罵特朗普 特朗普 他说他在白宫里面做事 但他说和特朗普开会 时时都出轨 离题 他说他糾纏 又重复痛骂 条件反射刑 决策又不成熟 资料又不够 然后又说他偶尔老妄得 又要推翻他之前 一分钟想做什么 下一分钟就要推翻 完全令人摸不着头 另外 他又说 他说不要误会 他说特朗普这个人 又不是一无是处 他的政策很多都很好 他令经济繁荣 军力和国家安全提高 他的表述和执行 这种政策的方法 他说长远对国家很坏 这位仁兄 我觉得他有少少 很坏 是很坏 他的意思是长远对国家很坏 他一方面又骂他侵侵 说他人喜怒无常 躁动不安 开会的时候 不知怎样来看 讲讲讲了女儿 那些 但是跟着他其实又在赚这个资 就是说 政策很好 对啊 政策很好 上台令经济有目共睹 没有人能否认 那种经济 现在美国完全 无论股市 楼市 就业 完全是蒸蒸日上 那这个就是很典型 现在西方其实是左仔 整天都是左膠 那还有呢 最近有一个叫做 Bob Woodward 就是 出了一本书 就讲讲Trump Trump的Fear 那讲讲Trump Trump的 又是罵 就是当然又是说Trump Trump 说他是Idiot 其实在Trump Trump未上场之前 到了上场呢 都很多人说他是Idiot 那你想想一下 一个Idiot 就是白痴 怎么可能做到 一出来选 就选到几千万人投票票 做了总统的 你行不行 你认不认识这些白痴 我就不认识了 OK 我认识这些白痴 给英国公园司 一亿八那些 就是我认识了 OK 我都不认识他真人 我听过有这样的人存在 OK 好了 好了 接着另外呢 还有一宗新闻 就是Nike 这个牌子 这个广告 就做出了一个广告 就讲一个 这个叫做 Colin Cabernet 这个可以说是 美国的 American Football 即是篮球 籃球的运动员 那他呢 就出了一个广告 就说Trump Trump 就是他之前出名 就是因为为什么呢 别人呢 每一次打球之前 就咒美国国歌的嘛 是 那他呢 就跪低了 跪低了呢 就说Trump Trump 怎样怎样 就是觉得美国呢 他就说美国呢 歧视黑人 歧视黑人 和有色人种 所以他呢 每次咒国歌的时候 就跪低了 好了 麻烦我们去一去 Trump Trump那段片 就是今年6月18日的 What I'm going to do is I'm going to say to them Instead of talk It's all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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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a great country You should stand for our national anthem You shouldn't go in a locker room when our national anthem is played I'm going to ask all of those people to recommend to me because that's what they're protesting people that they think were unfairly treated by the justice system and I understand that and I'm going to ask them to recommend to me people that were unfairly treated friends or people that they know about and I'm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those applications and if I find and my committee finds that they're unfairly treated then we will pardon them or at least let them out 你看完這段片 你就知道 其實今年6月18日 這個是6月18日的一個片 其實特朗普都講得明白 他是一個大家看到的 有目共睹的 好像跟我上個星期播 特朗普說30年前 他接受 Rinfo接受訪問 你看到其實30年前 你看到他的心跡 其實他為什麼會選總統呢 70歲了 其實他就是想幫美國人 80年代的時候 當然了89年 其實他接受訪問88年 還是89年 日本的經濟已經轉變差了 但是當時88年的時候 日本真的疑惑中天 好像今天有少許像今天的強國那樣 那就是說 哇你看 進到來這樣 那今天的強國就更加是無法無天 是吧 就是說他入侵美國的 就是借著這個WTO 是吧 完全沒有諷子 就是好像打架劫社一樣 進去 就是不守秩序 那人家當然是特朗普 當然是興 是吧 其實他30年前說的東西 是很有道理 好 剛才這段片也是 就是說 如果這個Colin 這個美式足球的 這個男士 這個黑人 他覺得 如果你覺得美國是有什麼問題 你認識些什麼人 你認為美國的制度 怎樣去歧視黑人 或者令到黑人受害的 那段片講得很清楚 特朗普呼籲大家 你告訴我 我叫我的手下 去處理 去每一個個案去審視 很明顯 Nike就不是 Nike就是 在這裡宣揚這些 其實有少許是阻礁 就是說 經常都宣揚這些所謂歧視 美國就是歧視黑人 美國就是 因為黑人 就經常都是受到歧視 白人經常都是高高在上 經常用這個 經常利利去 用這招 所謂歧視的招數 你認識 就令到白人 可能之間 永遠都有一個叫 窮溝在這裡 你認識 就等於你經常都說 佐伊斯 你經常歧視女性 你說得多 明明是沒有 都變成有 是不是 佐伊斯 你做節目經常歧視 又是姑娘 為什麼你做節目的時候 不坐近 坐著肩膊 你是不是歧視他 就是這些 我們將來有機會 詳細再講歧視這個問題 好 今天不講歧視的問題 今天講什麼呢 講這個 其中一個 在美國很流行 為什麼說 美國白人歧視黑人呢 這是其中一個 好 麻煩你播一段片 給大家看看 HES 他做了一個 TASER DROP IT 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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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ff him! Get on your stomach! Get on your stomach! Yes! Get on the ground! Roll! Roll over! Roll over now! Roll over now! Get on your stomach! Get on your stomach! Yes! Get on your stomach!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看到我的心都離了一來 是吧? 是吧? 因為你看到其實就是兩個警察 你看到現在美國很多時候執行職位的警察 已經是陀著那些所謂的拍攝鏡 就說他可能想抓那個黑人 那個黑人竟然反抗 搶了那支電槍 你看到那個黑人是二百多磅 OK? 搶了那些電槍的時候 如果他一反抗 他一開槍那些電槍 那些電槍可以電魂那個警察 電魂警察 就跟著可以拿搶搶警槍 這個就很典型 因為這個片是 剛剛過去這個星期 鱷魚傳給我的 我想你也看到了 嗯嗯 我們談一下這個情況 就是什麼呢? 在美國很流行說 就是黑人這個典型 其中一個很典型 就是說白人我們受到歧視 是吧? 就說你看看 你看這些白人 警察 你看看他們經常 這些就是racist racist 但是其實他們不說 美國呢 大家不知道 有所不知就是什麼呢? 左膠不知道就是什麼 我上個禮拜講過一下 就是 你想想每一天 其實如果你算那個 槍擊事件最多 就是人殺人事件最多 其實是南美洲的 就是拉丁美洲 OK 麥西哥 巴西 哥倫比亞 這些國家 其實是最多 好了 如果你說美國最多 黑人槍擊 被人殺死的 又是他們那些害怕 跟黑人互相仇殺 有關 OK 是不是沒有白人 警察去射這個黑人呢? 不是沒有 但是如果你看清楚 統計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算那個受雷電襲擊而死 和在美國 被美國警察 白人槍擊而死的黑人 你猜一下哪個機會多些 就是被雷劈死 和你被在美國 被一個白人的警察 被美國 對 就是你作為一個黑人 你被美國 即是白人射殺死的機會 是 會比高 還要低 低嗎? 是 就是你看好像經常都看到 對呀 因為新聞都看到 很少聽到 被雷劈死 沒錯 沒錯 但是其實不是的 其實被雷劈死 因為新聞是沒有報 是不是? 我上個星期說的一件事 就是說你要記住 做人呢 記住一件事要看兩邊 就是 你看到的每一天報告 因為美國死一個人 尤其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什麼 很奇怪的 白人如果射死另一個白人 是不會報告新聞的 是不會上新聞的 如果黑人射死黑人 警察 又不會上新聞的 如果黑人射死白人 可能又不會上新聞 但是白人射死黑人呢 就一定是上新聞了 OK 尤其是那些所謂 在美國那些黑人 或者一些叫 跟種族有關的那些 種族人口 我叫做 OK 就會借勢來做勢 就是經常說 哎呀你看 這些就是歧視 很明顯的種族歧視 否則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看到那個影片你就知道了 你作為一個白人的警察 你要記住 在美國呢 因為是可以有槍的 是是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 你作為一個執法人員 因為如果在香港都好一點 因為我有槍 我是警察 你沒有 那我有什麼事的時候 都還可以什麼 但是如果在美國不是的 所以為什麼美國呢 我們很早的80年代 我記得我的年代已經是 你去到美國呢 大家如果去過美國都知道了 駕車 警察如果叫你 停車 你的手要擺個軚盤 因為要讓他知道你的手在哪裡 如果不是呢 你的手藏起來 他怕你拿槍出來射他 是 因為你一有 因為你的槍的火力 可以大過他 而且呢 你一按制線 他就沒有命的 是 那你想一下你作為一個美國的執法人員 你一定是Nervous的 是 一定見到這樣的情況 你見到黑人 你帶到那個好典型 就是200多磅 這個都不是最恐怖 最恐怖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現在近年 很多那些黑人 是 或者不要說一定是黑人 但是大部份黑人 就是什麼 他吃了藥 他拍了魚 你明白嗎 即是說 他到底是聽不到你的指令 他不明白你的指令 還是他根本都 在幻覺裡面 是啊 他居然在幻覺裡面 他可能覺得你是賊 他是警察 你是想想搶他的東西 拿他的命 沒錯 很多這些 左醫師呢 坐電梯有時經常都見到 那些女人是這樣的犯 這樣的表情樣貌 經常都見到他們 好像 嘩 這個男人是否想強姦 非禮我呢 那就行十路 那種感覺 所以他們呢 最危險就是這些 所以你作為一個白人 就是警察 不要說白人 就是你首先要保護自己 所以呢 隨時要準備開槍 好了 然後有些人就會說 要不要開這麼多槍 這個又是不知道執法人員 因為你開一槍 未必能阻截到他 即是任何受過訓練 受過警察訓練的人 都知道 你要連續開三四槍 OK 對著這些這麼大隻的人 未必一定是致命的槍 即是射他的胸口 射他的肌 可能手啊 腳啊 這種地方 是不是 令他確保他不可以走 不可以動 這樣才行 好了 這個就是 另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才 如果你剛才看到 這樣的情況 你要問的 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那個 不是黑人 那是白人 你會不會這個得有問題呢 你明白的 嗯 就是第一個 反應 沒錯 沒錯 警察是沒有做錯的 是啊 你去搶 我叫你把手拿出來 譬如叫你 什麼 給我扒手扣 你搶人家的 電槍 是 喂 在這樣的環境下 根本我射死你 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不知道你 會隨時會做什麼 是啊 這個就是 所以每一個 我們不要做阻交的原因 就是這樣 我們要用理性的判斷 是不是 就說當你看到這樣的影片 在網上傳來傳去 你看看 還不是白人 為什麼要這樣 射個黑人 那個黑人手無寸脫 然後那個黑人 你看看 躺在那裡 哇 流血了 然後他還說叫他躺在那裡 要給我一個塔 上上上上 手敲 媽媽葉 扣媽葉 那這些白人 是不是擺明是什麼 喂 記住 白人首先第一 他應救了一個影片鏡 是 第二 他很明顯是搶爺 就是反抗 是不是 不必要的反抗 喂 我怎麼知道他想反抗 做什麼 他是不是 我根本不知道 因為我在公路截到他 剛才看 因為我不知道那段片的來源 我猜是那個 是一個駕駛公路的那些 是 大貨車的人 是 到底他是不是背後 背景其實是一個貫犯呢 是不是 他可能是一個販毒的人 就是已經是黑幫 或者什麼 有時候是不知道的 或者是超速呢 其實很多原因 但是我們不知道 是啊 不知道的 但是總之說 你應該是理論上就是 你作為一個市民 就不要經常在什麼時候 就在那裡上頭 啊 警察什麼 當然我們不會否認 在警隊裡面 有些人是叫 Police Brutality 是不是 就是有些過分使用暴力的警察 所謂黑警 但是當然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注重 就是看那段片 我們要用黑白 我們應該教了黑白那樣東西 就是不要看 不要戴著有色眼鏡 哦 這個是黑人 受害的是黑人 這個發射槍的就是白人 所以這件事很大件事 我們要忘記了 無論那個射槍的是白人也好 黑人也好 或者受槍的人 就是被人射的是黑人 是白人 到底這件事 看這個影片 你認為誰對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你就不要去將這件事 無限上高上線 放大它 放大它 將它變成 啊 這個就是黑人 就是其次 警察其次 就是白人 是不是就是 這個是很典型 在美國 經常有這些 你看來看去 經常都有這些怪論 所謂謬論 不要說怪論 謬論 那就是因為我們呢 我剛才說 你看到都永遠都是好 是啊 或者美國的警察 幫助窮人 怎樣在美國 幫窮人的好片 可能你不會經常看到 嗯 好了 再給一個 一個 相片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 又是過去這個星期發生的 這個呢 更離奇 你可以說一下這個案子 又姑娘 好 那就說 德州有個休班的女警 她入錯了屋 就是這個 是啊 那之後呢 就是她放了工 那她穿著制服 可能太累了 是啊 太累了 沒錯 就是有時候好像你啦 放了工 但是太累了 休息的時候呢 就不知為什麼 走錯了人家的屋 還要自己不知道 是呀 自己不知道 那入中屋 那可能這個旁邊 這個男人 這個黑人呢 可能就 你明白嗎 咦 突然有個女人走進來 什麼事啊 可能渴不知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這個女人呢 就怎樣呢 那她就拿了 因為她是警察 她有槍 那她就射死了 這個男人 沒錯 那她可能管能反應 26歲就是重要 沒錯 那女人呢 這個女警30歲 這個男人呢 就26歲 那都是正當職業的 她好像都是做 會計師的 是啊 做會計師的 那還要是在一間大學到畢業啊 是啊 是啊 其實我想她都是 她是移民利的 那這個是過去這個星期呢 發生了一個很離奇的情況 那這個案子也是 就是 現在這個男人 黑人的男人 媽媽呢 家人就在那裡說 又是 又是把這件事放大 就說 喂 如果我兒子不是黑人 會不會發生同樣的事呢 那我們不敢說 OK 但是以事論事呢 當然 這肯定是一個悲劇 是不是 我相信這個女警 應該不會跟她有手 是 也不是因為她是黑人 而 就是有心打 而是說肯定有一個女警 可能就是判斷有問題 是 因為她當時可能累了 太黑了 是 放了工太累了 是 她竟然以為自己入了自己的房子 而對方又以為她做什麼 可能是拆了 是 或者什麼 接著她就拔了槍出來 就射了 因為害怕 可能是女性 可能還未開燈 或者什麼 於是見到一個黑人 嘩 撞過來 不知道什麼事 大家都有誤會之間 她就開了兩槍 誰知道射中了她 可能射中一些致命的部位 於是她就沒有命了 是吧 那這個就是 過去這個星期 發生的這些 挺不幸的 這件案子挺特別的 那我等下拿出來討論 就是因為想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說 其實 為什麼 譬如在美國 很多那些 所謂左膠經常都說 你看還不是歧視 美國的黑人 其實 如果說 那個比例 可能人口比例 是佔美國的13% 大概 我們不要一定 十幾個% 但是她 犯案率 是佔了 可能是一半的 明白嗎 就是犯罪率 就是說 你想想你在美國住的 無論你是白人也好 你是黃祖人也好 你看到黑人 你很自然的 就算是黑人 自己看到黑人 她都會覺得 哎呀 我會不會被她老黏呢 就是有些防備心 是的 你明白嗎 不是因為你是白人 或者你是亞洲人 或者你是什麼 就算你是黑人 你也會這樣說 咦 我看到黑人 我看到白人 我看到黃種人 我也是怕 咦 這個黑人 因為事實上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因為最多人 有分析 是的 犯案就是 好了 所以我經常說 你要看問題 就是要用這個方法 就是要用一個理性邏輯 去思辨 去了解 到底背後是什麼 如果你說 美國的白人 尤其是那些 警察 都是種族歧視 你有沒有留意 好像從來都沒有射殺過華人 是不是 就是沒有這些個案 經常都是黑人 就是白人射黑人 如果他是種族歧視 會是種族歧視 就是逢親白人 以外的都會殺的 那為什麼不殺 殺一些華人 殺一些強國 大媽 喜有錢 大媽在那跳大媽舞 喜有錢 你明白嗎 沒有啊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 就是說要問一下這些問題 有時候呢 就不要聽那些左膠 他一面之詞 還有看問題 我經常說看新聞 因為近年 很多的所謂美國的報紙 我上個星期也有說 那些媒體 其實很多是左翼的 譬如你現在在美國 買一些報紙也好 無論你在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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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 《芝加哥》 《環球報》 《波士頓環球報》 《波士頓環球報》 《芝加哥》 這些 全部都是左翼的觀點 它沒有一些平衡的右翼 就好像我們 左膠診療所 左衣師這些 比較 其實不是右翼的 只不過現在 他所謂真正的liberal 是不會說左右翼 就是conservative 和liberal 就是我大早那一節說 其實是左膠 才是 所有跟他不同的觀點 他就會說你 你右翼 你明白我講什麼 其實你想想 左右 這裡是左 這裡是右 是不是 其實 逢親不是左膠 他們就會說這些全部是右翼 他們都排斥他 其實我是這裡才是右翼 譬如說我是這裡 其實我是中間 譬如我對特朗普 我是這裡 中間 其實我是neutral 所以我對特朗普 又沒有好感 又不會有惡感 但是我只是以時論時 即是說 你們講到特朗普這麼白癡 到底是不是 那 左膠就會說 總之你不認同我的觀點 你就是右翼 你就是幫助做特朗普 你就是和特朗普一樣極右 你就是一個sexist racist 你明白嗎 所以我們要大家要明白 為什麼左膠會令人迷失 令人失去理性 喪失理智 就是這個意思 OK 當然了 就不只是左膠的美女 都會令人失去理智 但是為美女失去理智 就一定好過為左膠失去理智 好了 講講一下 我們這個星期這個節目 又到了時間 是不是 有姑娘 哎呀 跟你相處的時間 我們又要下星期再見 是 下星期幾 下星期幾 下星期三 是嗎 好在 好在你記得 我打算你讀 我看見你 我完全忘記了 真的什麼都忘記了 老爸聖物都幾乎忘記了 我們就下星期三的6時半 是的 再在這裏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個左膠的 跟大家診證 左醫師就本著這個博愛濟眾 這個妙手回春 這個宗旨 大家看醫症的 有什麼儘管 放馬過來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跟大家見面 還有記住在Facebook那裏 加我們 還有可以留言給我們 留言給油姑娘 左醫師幫你解解毒 沒錯 謝謝大家 拜拜